黑象和白象 从前世界上所有的大象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他们对所有的动物都很友好 可就是瞧不起对方 黑象和白象各自占据着丛林的一边不相往来 大卫卖其实应该是花格子大象 我觉得那花格子大象很像 但是怎么都最近没有见到花格子大象 咱们自己不是有好多本吗 我就没去找那个 有一天黑象们决定要杀掉所有的白象 白象们也合计着要把所有的黑象都干掉 那些爱好和平的大象纷纷跑进了黑暗的丛林中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暗过 一场战争爆发了 战争一直打 一直打一直打 直到所有的大象都死了个精光 那以后好多年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见过大象 直到有一天爱好和平的大象们的子孙走出了丛林 他们全身都是灰色 灰色大象是这么来的 从那以后灰色的大象们生活在一起 友好和睦 其乐融融 可是就在最近 大象 大耳朵象和小耳朵象们 又开始看对方不顺眼了 好 其实最著名的当初花鸽子大象 爱嘛 愿望会分类 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阅读 健身学习思考 茉莉学之力 你看最后拿 可以 言辞有如子弹 他那个大象也可以变成枪杆 也可以变成握手 接受 接受不一样的别人 是学会宽容的第一课 OK 这本书还行 茉莉学之力刚开始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